战后,逃脱惩罚的日本战俘去哪了?甚至有人当了高官,名利双收,我们中国人想起日本人大都深恶痛绝,我们会想起抗日战争中日本毫无人性的践踏,想起南京大屠杀几十万同胞的血鱼骨, 受在抗战这八年来,到底有多少冤魂惨死?在日本无情的枪火之中,又有多少手无腹肌之力的孩子被日本人残忍的杀害?甚至有些年迈的老人他们也都不放过,不知道有多少人因为他们而暴民参军? 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而添砖加瓦,当时抗日战争,我们也擒获了不少日本俘虏,那么抗日战争胜利过后这些犯下滔天罪行的人都去了哪里?他们的结果又是如何? 在日本的投降书里,日本的战俘,要根据官员级别的大小分类审判,如果此人级别较高,那么一般的军事法庭是审,不了的只能上了国际军事法庭,才能进行正常的手续。 如果级别较低地方的军事法庭,就可以审判但是不管是哪种级别,相信法律是公平公正的,而一些在中国境内的日本士兵就没有那么幸运。 据当时的资料记载,南京的一个机场的修建,就是为日军战俘所准备的,而且当时修建的工具只有铁锹和稿,他们修建机场可以说是十分困难,但是他们修建时却毫无怨言从来不敷衍了事。 但他们这种行为依旧无法为几十万同胞熟追小编,觉得让他们修建机场简直就是,太过于享受了最让小编气愤。 但是有一些在中国的日本战犯,竟然还当上了中国人的官,看到这里你可能觉得这实在让人难以置信一个战俘怎么可能? 哀然无恙,甚至还过上了好日子。 二战结束之后,美苏两家独大,美苏各自代表的势力开始了龙争虎斗。 双方,都大力发展自己的军事实力,渴望能把对方干趴下,成为世界的老大。 所以美国为了有更大的把握战胜苏联,美国开始了自己的小算盘,美国看中了此时的日本。 虽然日本的投降与美国的两颗原子弹有很大的关系,但美国还是看中日本的实力的。 想要培养一个小弟,而且是一个强悍的小弟,美国想博得日本的好感。 美国对日本的经济,给予了大力的支持,而且,取消了战后对日本的索赔。 对于日本战后的修建资金,美国还提供了20多亿的援助和贷款,并且输送了许多没有资源。 大大促进了日本战后经济的恢复速度就这样。 美国为了能大力培养小弟,使得小弟听话也额外照顾,到了当时还在中国的日本战俘,当时国民政府可以说也是美国的一个小弟了。 所以国民政府为了取悦大哥,当然是听从美国还对里面有些战俘为以重任。 国民政府为了成为胜利的一方,竟然还重用了日本战俘日服,掌握了很多机密的材料和技术资源。 他们对付起我们来很熟练,成为我们的隐患战俘非常耐力。 写出很多军事理论和策略,因为他们有带罪立功的机会加上小日本的偏执狂性格。 他们做这种事情是很用心的,这样也给我们造成了隐患。 为什么他们这么卖力呢? 他们可以借着中国人的手去和中国人打仗日本人,怎么会不高兴可以说郑重下怀? 日本人不仅当了中国人的军师,还有一个智囊团。 当时有人从释放的日本战俘里挑选了三千多士兵还将他们编号组队,成为自己的私人武装力量。 这就再次给了日本人杀害中国人的可能。 这实在让人觉得荒谬可笑。 从这也可以看出,最后国民政府的垮台是必然的了。 丢失了民心和谭统一中国胜利,往往都是趋向正义的一方。 他们为了胜利竟然可以忘记日本人的残酷,借着日本人的手来获得胜利的行为。 难道他们不觉得可耻吗? 我们,一定要凝聚日本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过。 一定要凝聚日本人比野兽还野兽,比恶魔还恶魔的行为。 尽管他们犯下的罪过,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。 但是,总有一天中国会站在日本的头顶,骄傲地超越他们一个善于忘记的民族。 注定是没有前途的请关注公众号。 静说历史君说历史与您一起记录中华民族的繁荣与苦难迎接每一天。